東北的衛生間太靠近大門 一進大門你就會遇到了 所以這樣子對健康是有負面影響的 這個房子其實南北是不通透的 中間被衛生間和廚房擋住了 北面的廚房這裡有個陽台 看起來很美好 但是實際上並不實用 因為冬天的時候這個陽台是沒有人想要去的 廚房是東邊北 旁邊又有衛生間 對家中的南海影響就比較大 孩子在學習上就是不上力 而且喜歡頂嘴 住對房子可以增加你鑽米的速度 我在這本書裡收集了319個房型案例 教你避開所有房型格局上的坑 快速幫你鑽米身體又健康 臥室跟客廳其實它是錯位的 中間是臥室 陽台有兩個門 那在使用上其實是不方便的 而且 東南的臥室如果作為書房 那麼不如把書房放在東南角 當初設計師可能沒有學傳統文化吧 西南的主臥還開了一個小門 這樣子對結婚的太太她是不喜歡的 因為先生在外面還會有小門的機會 還有在西南和西北角的這兩個臥室 門是相對的 所以居住上這樣的房型 兩個人會經常吵架 會影響夫妻的感情 當然 每一個家庭的情況都不一樣 如果住家裡經常生病 家人常吵架 你可以把護心圖發給我 我幫你分析分析 後來